扭曲到变态!孙安佐上球车时竟开心比耶尔,还说出这句话令人炸舌。心理医生分析他其实是,太可怕了。 孙安佐在美国留学时,被警方发现拥有1600发子弹及手枪,在美涉嫌恐吓枪击校园与持有犯罪工具意图犯罪,3月26日遭道上打底警方逮捕之后被关押在德拉瓦郡监狱。 他台湾时间25日晚间7点25分,县生兵州当地法院,一出场先吐出我想看动漫,离开前又说,感谢支持我的朋友。 心理医师分析,这都反映了他是典型的享乐主义者。 心理医师杨聪才接受联合报访问,分析孙安佐会说出这些话,最大特征就是,不太在乎旁人眼光,接这样的状况,最容易出现在,被父母过度保护,疼爱的新生在孩子身上,总认为天塌下来还有父母挡住, 因此心智年龄万熟,告不清楚事情严重性,才会做出许多让大人傻眼的事。 孙安佐出庭时,一见到媒体,只吐出一句话,原本众人都以为,还说的是,我想见妈妈,最后仔细听才发现,内容其实是我想看动漫, 当时他还对镜头挑眉笑,刻意倒退进入室内,保持正眼入镜,面对即将而来的审判,毫无畏惧。 而他十分钟后结束停讯,走出门口,面带笑容,直喊,感谢支持我的朋友,之后的使劲你们自己去弄。 上车后,还在胸前双手交叉,传手抵押,神情自若。 目前,孙安佐以签字同意放弃听证,以换取撤销持有武器的罪名。 他的金牌律师凯乐,Robert C. Keller,也透露,他并没有伤害学校的意思,对不成熟的行为,给国家,父母带来困扰,耻辱感到道歉, 期待法律问题能获得解决,早日回家。 而他的精神鉴定状况良好,未来也不会用这份报告换取认罪协商。 近时专家李承宇24日受访表示,如果孙安佐的案件,在诉讼后成为一般案件,就会比较单纯,若升级成联邦案件,状态会复杂许多。 他虽没跟迪因,孙鹏夫妻接触过,但这段期间,又收到不少律师讯息,也承诺会替孙谢信给法官,希望能像当地社区代表一样,帮忙求情。 他也不会言,法官采不采用,都是未知数。 我们下期见,法官采不采用,是未知数。